70岁老太轻轻抬起外星人的胳膊 接着为他套上T恤 说这样看起来才更加贴切 殊不知正是这小小的善意将彻底救他一命 有天一个盗贼来到老太家抢劫 独居的老太突然听到楼上传来的声响连忙走过来查看 盗贼察觉不对后立马将他按倒在地 而远在千米外的外星人却目睹了这一切 察觉老太有危险后迅速变色 整个脑袋开始蓝温发烫 解决完后蓝温又慢慢消散 不久后警方与媒体赶到了老太的家中 可令他们无比震惊的是 年迈的老太居然毫发无伤 反倒那个盗贼死于突如其来的头颅爆炸 显然体弱的老太根本无法做到这一切 并且没有证据证明老太是凶手警方只能作罢 他们还是头次遇到这么诡异的事情 此刻的老太突然想到了什么 紧接着就火机火燎的开车前往森林 他清楚能做到这一切的也就只有外星人 感动的他立马紧紧抱着外星人感谢救命之恩 三个老人这才明白过来 无意中收养的这个外星人成为了他们的守护神 原来就在几天前的深夜 一道巨大的声响将熟睡中的老王吵醒 听到动静他连忙打开了后院的门 眼前却发生了一件可怕的事 只见一架UFO坠毁在一旁 他急忙拿起电话准备报警 然而警察知道他的高龄后却还以为是老年痴呆 提醒他去看医生就挂断了电话 老王接着又打给女儿 可电话却始终无法接通 接着老王再次走出来查看 却不想这次居然看到一个受伤的外星人 吓得老王连忙躲进了屋内 而自从发现了飞船后 他就陷入了恐慌 隔天他来到社区说明了昨晚的情况 表示一架飞船压坏了自家院子里的杜鹃花和鸟盆 但在场的众人却是质疑 同样把老王当作老年痴呆认为他存在智力障碍 就这样飞蝶与外星人在他家一待就是三天 晚上这个外星人终于开始动了 但他轻轻抬头的样子却像是哀求求助 看着他那可怜的小眼神 于是老王赶紧用被子盖住了他 还很体贴地给他倒了一杯水 到了第二天早上外星人就不见了踪影 当老王刚一转头 却发现外星人挪步到了门口旁边 看样子状态已经恢复了不少 走到他身前也没有想要伤害老王的意思 见他如此的温顺 老王于是伸出手示意请他进屋 这个外星人虽然没有说话 但看样子却是听明白了老王的意思 小心翼翼地走进屋内 接着老王端来一杯热水 外星人接过来就开始小口斟酌 老王心想他一定是肚子饿了 于是开始马不停蹄地帮他准备食物 由于不知道外星人的饮食习惯 老王为此准备了三种食物放到他身前 果不其然他只吃了其中的苹果 其他的食物丝毫未动 得知外星人菜股的老王立马前往超市 匆忙忙地来到水果去大量采购苹果 这一幕让店员感到好奇 因为在这里住久的人都知道这个老头十分地抠门 老王毫无避讳地解释家里来了个外星朋友 而且他只是苹果 可店员听后却觉得他的老年痴呆越发严重了 好心地提醒他去看看医生 不过老王却是不予理会回到家休息 可以转头外星人就吓了他一跳 紧接着老王带他参观家里的各种设施 为他介绍生活上的一切细节 还给了他一间单独的卧室 外星人就这样默默跟在老王身后听他一顿说 虽然他始终没有回应 但老王还是耐心地为他介绍没有听过 就当作这个外星人听懂嘛 而小家伙的到来也让老王的生活更加充实 至少他现在有了能说话的对象 有什么烦恼也可以向小家伙倾诉 与此同时远在另一边 太空总署侦测到了不明物体坠入地球 现在正全力搜寻那只飞碟 并且女儿也知道了老王大量购买苹果的事 因为店员将他那天所说的一切完整地告诉了女儿 女儿得知后立马找到老王 表示要带他去医院看看 老王则一再表示自己没病 女儿说只有医生觉得你没事才是没事 就在这世房间里的手机响了 女儿也有及时突然离开 老王就这样再次错失了 向别人证明他家有外星人的存在 下午好友桑迪来到他家借打印机 耐不住他的苦苦哀求老王将他带进了屋 当他看到外星人后顿时就不淡定了 老王简单地解释了他收留外星人的原因 一开始桑迪被吓得不轻 不过他很快就激动了起来 这就足够证明宇宙并非只有地球文明存在 还提醒老王千万别把这事说出去 不然就会像电影里那样 你们两个都要被政府捉去研究 从那一天开始桑迪就有了可以倾诉的对象 一有机会就来找外星人诉苦 有人能倾听自己的话桑迪真的很高兴 这也说明了像他们这样的独居老人是多么的孤独 能跟一个不能讲话的外星人说很久 这天外星人在桌上画了一只狐狸 老王看着这张图完全不明白是什么意思 难道外星人仅仅是为了送给他一张画吗 当他走出庭院才注意到 外星人已经开始着手修复飞碟了 老王说你已经在修里飞船了呀 在外星星球上待着肯定不容易 但愿你能尽早把它修好 并且我很感谢你今天为我画的这幅画 他很漂亮 下午老王在女儿的劝说下接受了一次智力测试 进行了一系列很幼稚的东西 老王因女儿的不信任感到十分恼火 在和女儿激烈争吵之后 气冲冲的一个人走了十多公里才回到家 接着也是连忙找到外星人诉苦 甚至觉得我无法生活自理了 难道是我找他修理了几次电视的原因吗 可就算外星人能听懂也说不了话 实在无法帮老王消除内心的苦闷 老王无奈下只好晚上打给远在他乡的儿子 可十年未见父子二人明显有些生疏 这一番交谈下来老王心中更加郁闷了 或许这就是一个独居老人的苦恼吧 周围都没有可以说话的人 就算说出来也不会被人理解 老王和桑迪渐渐地开始把外星人当孙子来养 买最好的苹果送给他 给他穿年轻人爱穿的T恤 还取了一个很好听的名字小猪 另一头同样身为独居老人的乔宜正在看新闻 新闻上说有一枚卫星砸到了他所在的镇子 但现在还无法确定卫星的准确位置 凡提供线索者则奖利一万美金 于是晚上他偷偷溜进老王院子查看 果不其然发现他正在与外星人一起吃饭 于是他立马上前按响门铃 桑迪发现是乔宜后 当即让老王把小猪送到楼上去避一避 然后笑眯眯地走出去准备将他忽悠走 殊不知乔宜早已知情了一切 桑迪见状只好请求乔宜保守秘密 桑迪好奇地打量外星人 可他刚伸出手抚摸就被老白一掌阻止 就在这时小猪递出了一幅画 奇怪的是画得依旧还是狐狸 小猪在传递什么讯息 有天桑迪接到一通神秘的来电 电话那头的人自称来自社区想要找他聊天 桑迪回想起之前自己多次找到镇长反馈 希望能派遣年轻人陪独居老人聊天 可这个提议却一直没被采纳 所以他很高兴能接到这样的电话 很快一个年轻男人来到他家 桑迪没有防备直接将他带进了屋 可聊天的时候男人却突然想上洗手间 因此也发生了开头的一幕 小猪利用千里眼成功拯救了桑迪 独居的桑迪三年都没见过孩子了 如今这么一个外星人如此关心他 这让他感觉到了一种久违的温暖 之后三个老人也渐渐明白了 小猪不仅对他们没有半点敌意 甚至还将他们视作自己的家人 这天四人相聚在一起聊天 可说话间却突然闻到了一股怪味 像是一种腐烂的气味 到了外面才发现是一只猫咪 身上的痕迹像是前不久发生的车祸 而小猪正是见小猫被撞后才将它带了回来 似乎有什么讯息想向三人传递 紧接着小猪再次将一幅画递给了三人 画上的狐狸变成了六只 并且下面还画了飞船 后来三人经过研究才发现 原来小猪画的并非狐狸而是猫咪 由于现在已经有了一只猫 所以画上的七只猫变成了六只猫 这幅画的意思是飞船还需要六只猫才能修复好 尽管这听上去很荒谬 但也并非完全没有道理 知道小猪的需求后 老王连忙打给在宠物医院工作的女儿 看看能不能再弄来几只猫 可这奇怪的要求却让女儿更加误会了 最终还是没有找到任何有关小猫的途径 无奈之下老王和桑迪满大街的找 另一边警方并没有停止对桑迪的追查 他们还是觉得盗贼死亡事件很离奇 于是派出两个警员去跟踪桑迪 桑迪慢悠悠的速度让警员更加怀疑 就在他们停下车的时候 警察们顿时目瞪口呆 只见两人在路边收集着小猫的尸体 可经过两人一天的努力却也找到两只 剩下的三只实在不知道怎么解决 桑迪则自信地表示交给我吧 果不其然隔天还真找来了三只 可就在几人商量的怎么才能找到最后一只石 这时门铃声突然响起 桑迪察觉不对后赶紧凑过去一看 这才明白他们被特工盯上了 就在三人不知如何是好时 好在门外的特工见没人开门默默离开了 但这样东躲西藏也不是办法 必须尽快找到最后一只猫修复飞船才行 老王也在这时提出了一个不合时宜的提议 想要桑迪把他家的猫带过来 毕竟那只猫现在年纪已经很老了 也活不了多少日子了 桑迪听后顿时暴跳如雷 他已经把小猫当做了自己的孩子 但冷静过后桑迪还是改变了想法 毕竟猫咪已经病了这么久 对于他来说活着或许是一种折磨 思来想去桑迪终于下定了决心 最终还是将小猫交给了小猪 接着小猪的脸开始拦温 在几秒过后 猫咪就这样静静地离开了人世 随后几人将之前的猫咪准备好 一共七只整齐地摆放在外星飞船前面 小猪取出一块银部盖了上去 差那间所有的猫咪都动了起来 然后迅速集中到中心 融入了银部中成为了一块红宝石 随后小猪将宝石装到了飞船 果不其然飞船立马恢复动力开始飞行 而随着飞船的升空 航空局也发现了准确的地点 马上派遣特工去抓捕外星人 见到小猪即将离开地球 三个老人内心都是十分不舍 乔宜送给了他一颗水晶球 但愿他会记得这颗美好的地球 桑迪送给他一件自己精心编织的毛衣 可老王却没准备什么礼物 于是他把身份证拿了出来递给小猪 希望他能始终记住自己的模样 这时小猪摆出了一个请的姿势 正如之前老王请他进屋时候一样 他想要带着三人一起走 老王见状答应了 毕竟他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也得不到孩子的关心 还不如和小猪开始新的人生 可就在这时家里的手机响了 原来是女儿打来的 老王本以为女儿又要拉自己去看病 却没想女儿居然是关心询问他有没有剪头发 还表示要在周六带他剪头 然后一起吃饭 原来老王一直误会了女儿不关心他 他顿时感动得热泪盈眶 就在这时有人猛烈地敲门 是特工前来这里抓外星人来了 事到如今他们也只能跟着小猪一起离开 很快他们就来到了一片荒地上 三人都是一愣难道这里就是外星吗 可奇怪的是手机在这里却还有信号 再看看地上的包装纸 这才明白还是在地球上 原来小猪只是把他们带到安全的地方里 随后老王开始跪下与他道别 很高兴你邀请我跟你一起离开 我也非常想看看你的家乡是什么样子 但我一生都在这个星球生活 有些人有些事还是让我放不下 最终老王决定还是留在这里 就这样三人不舍地与小猪道别 小猪默默走进飞船离开了这里 也不知他们以后还会不会再次相遇 就在某一天的夜空中滑落一束耀眼的光芒 老王也明白那是小猪来找他了 关爱独居老人从你我做起 喜欢视频请点赞 关注我 下期更精彩